我们继续复习啊 当一个函数的参数是二维数的时候 这种用意并不多 可能考试呢也会考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作为一个二维数组作为函数参数的时候 它的写法啊 其实就是利用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具体是怎么用的 现在呢 再有一个清出来的函数 假设它的参数这么一样子啊 就是我们学的这种写法 那么这是个指针 它指向一种用它中空号三维数的类型 如果我们要调用这种函数的时候呢 需要定义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呢 用它对 比方说五三 我们可以定义这么一种数据类型 Test2 这儿呢 A2 这个时候呢 它和它 A2和这个P呢 它是相同的 相同的 这种写法相等同于 在参数里边写等同于这种写法 但是我们在C里边里边呢 往往往那不这样写啊 C里边的写法就是 这样写 而且大家切记 千万记得加这个括号 如果你不加这个括号 它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了 整个不一样了 你不加这个括号 这样定义 其实相当于 我调用的时候呢 是有这么用数据类型 是不是啊 不加这个括号 你写成这样 相当于是什么东西呢 相当于这么用数据类型啊 完全的 法人家的意思呢 就误写了 所以你要想正确的体会呢 你必须的 从语法上 过语法观 你就必须把它写正确 这就是啊 二维数据作为函数参数 但证明法不多见啊 将多维数据作为函数的参数 在C语言里面不是特别常见 但比试可能会考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实际在工作的时候 这样去做的那种参数 并不是特别多见 因为什么呢 当把多维数据放到函数参数里边去 就会增加整个这个程序的 可读的这个难度 如果你写完以后呢 你其他人读的时候会困难 而且你写完以后 过了几个月下来呢 你自己就忘掉了 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从事大马经常是通俗易懂 不要写的特别难懂 所以这种努力呢 并不常见 但是它是作为知识点 考试呢 可能会考 所以大家要知道 只真作为函数返回时呢 我们今天 我们就不复习这个点了 为什么呢 整个在今天的 讲这个内存管理的时候呢 这儿让我们要作为一个重点来学习的这个地方 叫做一个来学习的这个 因为讲几针就讲到这一条 它这个知识点 因为我们觉得知识点不够这个地方 所以这儿呢 没法去展开来讲 是今天我们的内容 不是复习的内容 我们还学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这个基础班学习的重点 只是说大家要知道 有这么一种指针 它可以指向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到底怎么用法 这是一个特别高的文化 甚至呢你觉得已经 所以现在它已经 它已经用起来了 能写成绩了 你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理解这里的用法 但至少呢 你从语法的角度 你应该知道 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么就是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可以定义函数 比方说 我有这么一个函数 TEST净函数 我怎么做一个指针来指向这种函数呢 它的最简单的写法就是 直接把这个函数名字拿过来 然后呢把这个函数的名字再去掉 给它加一个括号 李班纳加一个新 比方说P2 这种写法 那么相当于我定义了一个 这个就是定义了一个指针 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那么指向什么类型的函数呢 当然我可以把这个去掉 直接这样写 现在它指向这个函数呢 是有一个参数 是硬是新的 反复值呢 是WOID 这么一种类型的指针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P2指向这个PAT 那么代码当中呢 我就可以直接定义 比如说我定义了 变量A等于10 然后呢 P2 用法说函数是一模一样 A 那么这时候呢 A的这个值呢 就被改变了 这句话相当于间接的 通过指针 间接的 调用了TEST函数 这是高级用法 大家现在首先要过的 不是这个理解关 只要过的语法关 先把这个语法关过去 这儿更是一个语法关 把这个语法关过去 我们就不在这儿去 调好时间 因为这个地方呢 大家知道从于写法 把这个指针 面上这个函数参数 给这个函数呢 传过来 先把语法关过去 以后怎么用呢 我们逐渐地把它 学起来 我们又学到几个函数 一个呢叫MamSet 一个叫MamCoppy 一个叫MamMow 我们呢就拿其中一个来举例 因为这三个函数呢 都是在 那么它怎么用呢 如果我们定义一个数据 那我现在如果想把这个MamCoppy的内容 我现在如果想把这个MamCoppy的内容 扶置到R2里边去呢 我可以这样去写 MamCoppy 第一个参数呢是R2 第二个参数呢是R1 第三个参数呢是我要扶置多少个字节 R1是多少个字节啊 420个字节 我可以写成这样子啊 但是最好大家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写 为什么呢 如果你换了操作时间 可能它不是R2 怎么办呢 我直接可以SizeOffR1 好 这种写法就是把 把数组1的内容 拷贝到数组2里面 MamCop呢是这样写 如果假设我想把 R2的内容呢 把R1呢给它清零 那么就是NamSetArray 10SetOff Array 这种写法就是 将数组1的内容清零 写不一样 这个参数用起来并不复杂 第一个参数代表 目标内存 第二个参数代表 原位存 第三个盘数到底代表 字节 单位字节啊 我要处理多大一颗内存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三个盘数呢 用起来差不多要举一反三 我就不一个一个解释了 那么再我们看一下这个指针小节啊 指针首先大家搞清楚 每一个指针它代表的是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 有不同的写法 比方说这种写法呢 就是我定义的一个数族 有十个程度 每个层面都是一个硬特性 这个写法就是我定义的一个指针 它指向印封中括号 十这种数的类型 这种写法定义一个函数 这种写法定义一个函数 返回值是印封星 这种写法定义一个指针 可以指向返回值是印封 没有参数的这么一种函数 这种写法定义一个二级指针 指向一个引封星的一个指针变样 一定要把这个表格 我表格列出来比较重点啊 都是要自己呢 都每一行都一看不用想 如果假设你看到每一行还想呀 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那你瞒了啊 你指针学得很差 你看做什么呢 看到每一行马上 就下意识的就知道 这什么东西了 到这个程度才行啊 如果实在不行 把它背毁 指针和字符串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在处理指针和 处理字符串的时候呢 有很多这个类似性 因为字符串 就是一个延续的 在内存当中的一个 叉的空间 它是个数字 既然是数字呢 它就可以用指针来操作 道理是一模一样 在我们这儿呢 因为处理字符串 这些知识点呢 我们都讲过了 所以呢 我们在讲这个地方呢 都是通过大量代码呢 给大家验证一下 啊 我们这儿呢 不打算整个 再把代码详细的展开 我还会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来 验证一下 到底 我们这个 字符串 通过 怎么通过指针来使用 好 现在呢 我们继续 我们做了一个像把上面这个先把它关掉 字符串和指针怎么去处理 我们现在呢 可以拿最基本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TEST 如果它的参数呢 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一般呢 会写成 这个样子 而不是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样不好看 那C的里边一般 导致一个字符串 都是这样导致的 比方我们这边直接就是 Point F S-N 这儿呢 是S 那么我下边呢 这儿直接 TEST Ctrl加R 打印的Hello Word出来 那么这儿 先把他传过来 但实际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什么呢 我在传起的时候呢 传起这个常量是不是啊 这儿写的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个变量 所以呢 如果假设只是打印它的话 我更适合这样写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你代码当然假设你有这种语法 Ctrl加R 会出什么问题呢 会出什么问题呢 停止 停止了啊 同学 他为什么会停止呢 你知道有个传的是个变量吗 不是 你会传这个字符说常量 但是 但是 你自己把变量改它去了 语法上还通过了 语法是不是通过了 你改正常量 这是非法的错误了 那么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你可以这样去写 坦克加R 这是不是直接报错了 不让你执行了 因为不让你这样写 你加入抗肺 就会保护了 把它 这就没有问题了啊 你这样写那就非法了 这个就是把一个字符串 作为函数的参数传提过来 那么假设我现在还有这么一种语法 现在我又有一个函数了 我写这种语法 然后这儿呢 我调用的时候呢 是test1 这个地方写的是啊 s 把数字翻过来 这是字符串 我在这里边呢 我想做什么事情呢 啊 我呢 想把 我这样直接呢 是 man set s 然后需要加一个头文件 man set s 这儿呢 0 这儿呢 是trainline s 好 写这么一句话 我调用完以后呢 printf s 等于 s 等于 s 等于 n 这儿呢 是s kntr 加2 s 等于什么东西啊 s 等于空了 没东西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它其实相当于就是个数组嘛 我把这个数组呢 我把这个数组呢调用过来 然后我在这里边呢 直接把这个数组的内容呢给它 降光了 清空了 就清空了 然后再把它打印的时候呢 它什么也没了 什么也输入不了了 可以清空它 这个呢 其实对于数组来讲 处理字符法一样 它和处理数组的道理是一模一样 比方我们还可以直接 如果不清空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写 s 如果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把 kntr 加2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 看一下 输出结果成什么了 这是s啊 这个数组嘛 a b 这俩是不是改了 l o word 相当于它 把这个数组的内容呢 改掉了 当然你这句话呢 也可以直接 你不用这样写 你也可以直接 一模一样 是不是啊 得到了效果呢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掌握了数组 掌握了指针 然后再来处理这个字符串 再来处理把这个字符串 作为函数参数传过来呢 就变得异为反掌 道理是一样的 算计课的这个 最后呢 我们讲到一个知识点 叫将 慢函数的参数 用起来 指针数组 那么这个是怎么写的呢 对于慢函数来讲呢 有一个固定的写法 是因为不能改啊 因为这是系统需要用的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 通过这个方法 这儿加一个零销 慢函数的参数有个固定写法 如果你要不就通 要不就写成这样通啊 要不你就写成这样的 你不能随便改 为什么呢 因为对C面来讲 这个函数是操作系统调用的 你改了以后操作系统 不大概怎么掉了 它认为你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参数 你不能改 其实这个写法啊 大家看得比较怪异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这是一样的 它编译完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但是呢 大多数慢函数都喜欢这样写 好我密码把它写成这样 它怎么用呢 我们算计算给大家做了一个小例子 就是利用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参数呢 利用这个参数 来实现 对方说我们做的好多功能 来实现这些东西 那假设我们现在也要这样去做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参数卡都打印过来 比方说这儿 for i 等于 0 然后呢 i 小于 argc i 加加 把它所有的参数都打印出来 quant f ar g v 百分之后 百分之后 d等于 百分之后 百分之后 s 杠 n 这儿呢 是i 这儿呢 是 a r g v i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 我写一个循环 它在实行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它 它每一个参数都打印出来 Ctrl加R 看一下挺长 它打印什么东西出来了 就是代表这个ERC文件所在的这个路径 那么如果我这儿看看它比较繁琐 我直接可以在命令行下 D盘下我找到 刚才我写这个 这个有点长啊 我直接在这儿找到它得了 Test下 Qt下 Ctune一下 Debug下 这个东西嘛 然后我在这儿呢 CD控格 找到刚才我写那个Strand1 执行一下 到这儿直接就变短了吗 它ARGV0等于Strand1 如果假之我再加了个参数 -L 类似你像是LS的参数啊 回车 它是不是出现两个参数了 对一下代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假设我现在继续 -A 它成什么结果了 它这个ARGV0那是寸1 代表命令本身 ARGV1代表的是 第一个参数 ARGV2呢代表第二个参数 那么我再给大家举个举个例子啊 我把代码到这儿呢 做一个 POOSE 我让它暂停一下 之前完美词 不要它直接 直接 POOSE 我了啊 Ctrl加2 好 现在呢 我们回来到命令提示符下 到了这个图形那边下 我们找到这个程序啊 这是这个 Zen1.exe 比方我们现在又打开一个 随便 我们找到我们之前的一些东西啊 比方我们现在 把某一个 找个英语的 我现在这样做啊 我把这个慢点C 我拖到这个 它这个上面来 我放开 你看它显示的什么东西啊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啊 这个程序本身是吧 第二个参数成什么了 成本车C这个文件名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当你把一个 当你把一个文件 拖动到 ESC上面 网开一放 对操作系统来讲 它做些什么事啊 它首先会执行这个ESC 程序 同时呢 还会把这个文件名 作为参数 来调用这个ESC里面 做慢函数 能明白意思吗 当你把这个文件 拖动上来的时候 比方说 你把文件 拖动到 某一个ESC上面 一放 看一下 我拖了几个文件呢 三个文件 那么它 操作系统做什么呢 它在掉入 这个慢函数的时候呢 它就会 分别把这文件 三个文件名 作为三个参数 给这个慢函数呢 传过来 你这样才得到 这三个文件名了 是不是啊 所以操作系统 也不就是这么一个处理的啊 我可以把这个拖动 拖到这儿来 一放 看一下 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慢函数的参数 我们并没有像那个 第一次讲这个速度 毕竟我们是复习嘛 快速的过 没有像讲速度的时候呢 讲这个慢的时候 能不能详细给大家讲 快速的过 大家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好不好 哦 致上 看看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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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